以患家洗头条问答签约作者,阿斯匹林为还养每一只剂类的抗血小板药。 小剂量阿斯匹林,75-150毫克每d,可广着用于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新心脏病冠心病、脑、血管疾病和外周动脉疾病的预防和。 该药即可抑制血小板活化和血栓形成,但又可制消化到粘膜损伤、溃疡形成和出血。 那么,如果隔一切是一次怎么样? 首先,从阿斯匹林的药力学、药动学特点来看,阿斯匹林不可逆的抑制Crox而发挥抗血小板作用。 其作用可存在于血小板的整个生命周期约10米左右。 本药的血浆半衰期,为15-20分钟,阿斯匹林停电30-40分钟达血浆浓度峰值。 长容阿斯匹林3-4小时左右血浆浓度达峰值。 经肝脏代谢,从肾脏排泄。 其次,从血小板的更新来看,血小板的寿命约714B,每天约有10-15%的新生血小板生成。 而人体内超过80%的血小板功能受到抑制,就可以有效预防血栓事件的发生。 再者,从阿斯匹林靠血小板效益来看,单次服用小剂量该要如100毫克能足够抑制体内鲜存的血小板活性,因每天循环中约有10%的血小板更新。 所以是每天服用阿斯匹林,以保证新生血小板功能受到抑制。 由于尚可知,阿斯匹林需每天规律服用,偶尔陆服一次。 对抗栓作用影响不大,这是体内近10-15%的血小板具的活性,因而不会影响疗效。 但,若连续冒服,则会使血栓风险增加。 此外,受多种因素的影响,小部分患者长期口服阿斯匹林,会出现阿斯匹林抵抗现象, 克制血小板活性增高而仍然发生血栓栓事件。 参考文献 1.阿斯匹林抗三连肠手册M中华全科杂志 2015-1412-908-9172 阿斯匹林在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中国专家共识2016J中华耐科杂志 2017-561-68-753 抗血小板有物消化到损伤的预防和中国专家共识 2012更新版J中华耐科杂志 2013-523-264-2684 缺血性脑血管并进入烫血小板策略中国专家共识J中华医学杂志 2015-9511-807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